继续来关注食品安全 那么现在呢食品安全问题频发 最近呢更是出现了夸张的山寨版的假鸡蛋 有民众在厦门的菜市场呢买到这个鸡蛋 结果这鸡蛋呢不仅这个蛋清和蛋黄无法分离 甚至呢蛋黄在煮熟之后呢还可以像皮球一样弹来弹去 连前来鸡茶的人员啊都看傻了眼 一颗颗看似普通的鸡蛋 在用水煮熟之后 蛋黄居然可以像皮球一样弹跳 丢得越高它就弹得越高 闻起来呢还有一种塑料的怪味 这蛋呢应该不会是鸡生出来的吧 下面民众在市场里买到这种山寨鸡蛋 赶紧曝关处理 鸡茶的人员赶到现场 把鸡蛋打到碗里看个究竟 果然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打生蛋当中呢蛋黄旁边还有一圈蛋清啊 是可以手提起来的 手可以拿住的 那个蛋黄也可以从这个碗里边拿起来 它不会散 吃起来就有一点味道怪怪的 炭饭向执法人员出示了鸡蛋的来源证明强调 从来没有卖过人造蛋 表示愿意配合调查 根据初步的检验 这种外观以假乱针的人造假鸡蛋 含有明凡色素 凝胶等化学物质 吃多了会伤身 所谓人造鸡蛋蛋壳是由碳酸钙做的 而蛋黄和蛋白就是由海藻酸钠 食用氯化钙 加水和色素等制成 这种蛋没有任何的营养 长期食用会影响人体健康 可导致记忆衰退 甚至痴呆 一个鸡蛋的成本只需要人民币五分钱 售价为两毛 不过比起真鸡蛋便宜了一毛 因此吸引了不少市民购买 其实在一些网站上 很容易找到教你怎么造假鸡蛋的短片 那么也有人在网站上声称 自己做人造鸡蛋的技术 特别的先进 几分钟就可以做一个 那么如果在家里的厨房做 一天可以造一两千个 不过要拿到详细的技术资料 和成套的光碟 那么就要先支付一千元 他们甚至表示 可以凭借人造鸡蛋去创业 要造假鸡蛋 首先要准备材料 包括海藻酸钠 用来制造蛋黄和蛋白 还有制造蛋壳的碳酸钙 片段更是有真人示范 今天我们讲人造鸡蛋 将混合了水和人工色素的 海藻酸钙倒入模板 摇到变圆形 加氯化钙去凝固 接着用更大的模板 倒入一些白色的人造蛋白 放入一个假蛋黄在中间 再倒些蛋黄封顶 加上人造蛋壳 等上八个小时 就制成了有坦地的鸡蛋 有香港选者说 造假鸡蛋的原材料 都是普通的化学物质 只要是用于工业 比如制造塑胶 化妆品等 这些这样的化学物质 全部都是用人工合成的方法 制造出来的 这些基本上是一些 没有毒的化学物质 但是如果长期吸收 或者是食用的话 其实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研究 知道带来的健康的问题 专家表示 虽然人造假鸡蛋的钙化物无毒 但长期使用会在人体内 寄居过多的沉淀物 让肾脏负荷不了 一旦在脑里寄居过多 还可能导致老年痴呆 请不吝点赞物